旧南港商圈胡锦宅称高价 捷运昆阳与后山皮两站是南港区的旧商圈 却是区内距离信义计划区最近的商圈 昆阳商圈的周边绿画家 有8万平的南港与玉城大型公园 正面南港的新城屋天开土画 拥有背山面糊的无敌景观 已经新建完成了大厦与别墅共四栋建筑 产品从64到185平 每平开价110万元起 属于金字塔的顶端产品 这一案的公设相当丰富 一楼有摆平的交仪厅 顶楼以热带海岛风格设计 无边际的游泳池与发呆亭 可以俯瞰台北市区与南港公园的绿带景观 由于规划上需品少 公设比仅19到27%是一大卖点 昆阳商圈成型早 附近9成都是旧公寓 周边的生活机能如医院市场等都已经成型 购物族群以自住客为主 这边来说就是自住客跟投资客的比例 大概是9比1 那虽然说政府去年有打房 那房市交易量有缩减大概一成 那其实价格的部分 大概有下修5到10% 台北东区大面积宿地都在南港区 大型都根案南港吊车厂 就坐落在昆阳商圈旁 假以时日 当地荒凉的景观将会改变